飞蝶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蝶头条 每周一至周五更新 这究竟是什么鬼 其实 人家设计者还是很写实的 这两个肉球学名叫夹囊 是猴子用来存储食物的 很多猕猴都喜欢把自己的夹囊塞得满满的 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吃 西游记里就有这么一段 孙悟空把太上老君的金丹藏在了夹囊里 只是作为一个以卖萌为主业的吉祥物 你用得着这么写实吗 这两个肉球怎么看怎么像恶性肿瘤啊 网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咯 各路PS大神纷纷出动 以猴塞了一位主题的神作 一幅接着一幅 毫无违和感的红绿灯 鲜锅把猴脸 机械高能版康康 舞蹈没朋友的挑逗等等 网友们还发动了拯救猴塞雷大作战 改造后的小兽版 罗莉版 野兽派 DEMO版猴子简直亮瞎了 甚至还有网友做了3D版康康 两颗肉球可以变形成手臂 莫非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不过话说回来 吉祥物最早就是人们 祈求区其辟邪的产物 从这边来看 康康还是合格的 起码的威胁呀 其实在吉祥物件 从来都是没有最潮只有更潮 比如南京青奥会的五彩大妖子 你是咋从烧口摊上逃出来的呢 再比如日韩世界杯上的三批外星人 这尼玛绝对是近期繁殖的产物啊 畅想除夕夜看猴年春晚 康康这货 是不是就会出来卖个萌三个娇 这画面实在太美 我有点不敢看了呢 是这只名为康康的小猴子 一惊推出 却惊呆的网友们 首先从颜色上看 这红黄绿三种颜色的搭配组合 完全就是红绿灯嘛 而且本来以为平面图上的小猴子 在双手脱腮在卖萌 万万没想到啊 那两个球其实就是腮帮子 手还在下面嘞 知道真相的网友们 立刻动手制作了名为 猴腮雷的漫画 表示不服 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康康的简易上 明确写着身高九头深的嘛 于是乎就有了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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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风格的模特身材的 模特版康康插画 眼看着事情的发展方向 越来越乌 央视春晚微博 只能删除原微博 留下康康的简历 看来身体部分 是要拉回娘胎重新生了 早前央视春晚 就有过一次吉祥物的投票 四只小猴子 萌的萌 逗的逗 深受广大网友喜爱 但是为啥康康 能突出猴围当选 小库真的不知道啊 好